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轻松开挖机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远程挖掘机 这是位于北京房山的一处实验基地 两名研发人员正把一个蓝色的气球 放到挖掘机前的空地上 只见挖掘机的机械臂开始在气球上方来回转动 可是操控它的人竟不在驾驶舱内 而在一旁的小木屋里 这台挖掘机在干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在驾驶舱里操作挖掘机呢 我实认为挖掘机的这种无人化的话 也就是我们把人拿出来让它进行远程的遥控 再加上一部分自动化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变成人跟人工智能结合 可以直接让这个用户感受到 我现场没有人了 我安全了 原来隋少龙和创业团队正在研发 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开的挖掘机 他们选择这个项目创业的起因 是工程机械领域各类惨痛的事故教训 这是挖掘机在矿山中工作的场景 矿洞内部非常昏暗 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事故 在密云铁矿的时候 我们隔壁的挖机是有翻下山的这种情况 当时那个司机去世了 其实是发生在眼前的 那个环境真的是瞬息万变 挖掘机时常出没于各种高危的作业现场 矿山 工地 港口 楼顶等 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如果能实现远程操作挖掘机 将大大提高驾驶员的安全保障 经过三年多的研发 隋少龙带领创业团队实现了这个想法 并在内蒙古的一座矿场中付诸实践 此时 在内蒙古矿场作业的挖掘机 它的操控室里空无一人 原来 研发团队给矿场的挖掘机 安装上了远程操作系统 并在距离四百多千米之外的北京 请来了挖掘机司机 在北京的办公室里进行远程操控 可是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尝试了远程操控之后 给出的反馈却是一致的差评 在这个办公室的话 感知那个地的深浅 没有在那个蒸车上感受住 蒸车操控的话 我想怎么挖都可以 就是我指哪儿可以打哪儿 我是以最快的方式来做这个工作 但是在这儿的话 我就是完全没办法 就是想指哪儿打哪儿 想这么挖怎么挖 原来 远程挖掘机 虽然解决了安全问题 但却并不符合司机 以往装车卸料 一起喝成的操作习惯 导致装车时的效率 只能达到真车操控的百分之五十 这样的产品 很难走进市场 隋少龙便想到 如果将挖掘机老师傅 多年积累的经验变成数据 远程挖掘机的效率 不就能大幅提升了吗 其实这个老师傅 可能会不断教育他的徒弟 说你装完这一斗子之后 要看这个卡车 是上下晃还是左右晃 说明他装偏了的话 矿卡在开的时候 转弯的时候就容易侧翻 装车卸料时 为了避免翻车 操作手必须实时仔细观察 调整落产位置 而且在长期重复性工作中 保持注意力的集中 对人的精力体力消耗也不小 连续干八到十个小时 其实非常考验一个人的职业素养 以及体力状况 他万一打瞌睡了 类似装车卸料这样的重复劳动 能不能做成自动化的系统呢 研发团队设想 由摄像头提取空间位置 计算机设计路径 这样只需按一个键 挖掘机就可以自动回到70点 把散料卸在中心位置 大大节约装车卸料的时间 如果说老司机的这些经验 我们都可以沉淀成代码 让计算机来去完成 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效率 提升可能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 很快 自动卸料的研发完成 为了验证系统的可行性 研发团队专门找来气球 作为标识物 放在挖掘机 自动卸料的目标点上 这样可以清晰明了地观察到 缠抖在位移过程中 是否能够准确平稳地 回落到卸料点 也就是气球正上方的位置 精心准备之后 测试开始 研发人员十分紧张地观察着 窗外的测试现场 大家都在期待着 收获成功的喜悦 事与愿远 挖掘机的颤抖 并没有回落到气球正上方的位置 并且颤抖在落定的时候 产生了震荡 我一度怀疑 是不是我之前的课本写错了 明明是这个样子 但是为什么最后造成了 一个不好的结果 经过一番检查 原来为了追求效率的提升 工程师将算法速度提升到了极限 这样挖斗在接近目标点时 由于速度过快 反而适得其反 不断震荡 就会造成在实际的作业中 蚕抖里的物料会洒落出来 可是如果调低速度 不就偏离了提高效率的初衷吗 这个寻求提出来了之后 我们到底怎么去精确地去分解它 然后用特别准确的路径给它实现 这个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不断地改进 用不同的方法去试 然后去调参数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研发人员的工作台就搭在工地上 反复进行着一键卸料的落点试验 终于在最后的试验中 研发人员在按下复位按钮后 将双手离开手柄 而窗外的挖掘机 则平稳地转回到气球上方 这次试验 产斗在到达定位点停止时 不仅没有震荡 而且动作顺畅 落点准确 这项功能也得到了老师傅的好评 一键卸料的话 以前没有挖满料去卸那个斗里边的话 会浪费很多时间 现在有个一键卸料功能的话 直接挖满一键卸料 节省了很多时间 产品的不断研究开发 是这套远程操控系统 日真完善 眼看着产品终于能投入市场应用了 可就在这时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生活 隋少龙本来要去各地推销产品 此时 却只能待在北京 团队开始创业 已有三年多 原本的投资就快要花完了 产品却还没有商业落地 不能商业落地 就不能变成商品 挣到钱 因为我的原因 可能对于市场的判断过于乐观 商业上就一直没有特别好的进展 然后那个时候 第一次融的钱也快花得差不多了 我就当时很艰难地下了这么一个决定 印象里面当时是16个人 然后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 只剩下4个人了 在这几年的创业历程 团队成员们拿着很低的工资 任劳任怨 在工地和挖掘机打起了交道 就是期盼着能一起闯出一番事业来 可是眼下不得不让大部分的成员离开 作为领头人 隋少龙的心中 不仅承受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还有对团队成员深深的愧疚 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 非常对不起这帮兄弟 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 但很可惜 我们半道上走不到那边去了 他们跟我说接散的时候还挺不爽的 其实 为什么直接跟我说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还挺想把这件事情接着做下去的 没有资金的支持 继续研发 从何谈起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隋少龙不想放弃 开始四处寻找投资 本身我们就是不太走寻常路 可能投资的人之前都没有看过这个方向 然后当时是跑了60多家投资人 基本上每一天都是属于那种电池耗干了的感觉 然而 受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影响 使很多产业运行困难 大部分投资人都不敢贸然入局 接近邮金灯窟之时 一篇新闻报道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此前曾有记者采访过他们 但该报道此时才刚刚发出 结果发了之后 大概就一周的时间 日本经济新闻就要求转载 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转载就转载 转载了之后 结果就有很多的日本客户 通过邮件联系我们 说是希望跟我们合作 原来 日本国内劳动力价格高 依靠东南亚等地输入劳动力 操作挖掘机 可是突如其来的疫情 各国人员流动停止 日本国内极度缺乏 工程机械操作人员 此时远程挖掘机 却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来自日本的订单 让团队重新充满了动力 即便在炮投资时频频碰壁 随少龙仍然顶着压力 尽量去争取每一个潜在投资人的青睐 在工程机械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领域 是我们觉得非常稀缺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行当 因为这个行当它直接跟绝大部分的矿产 甚至跟航运等诸多方向 会产生直接的生产力的联系 功夫不负有心人 持续了半年多的奔波之后 随少龙终于找到一位 愿意投资他们的产品投资人 拿到投资后的随少龙 立刻兴奋地召集 之前被钱散得成远 我们原来的兄弟的话 可能他也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 那给他打一个电话 他还是会回来 那我觉得他不仅认可的是我们几个人 其实他更多的是对这件事情的认可 人员的回归 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研发机情 资金的支持 实现了远程操控系统的落地生产 远程挖掘机系统终于走出研发车间 走到更多的用户手中 这方小小的盒子 就是要装在挖掘机上的那个灵魂 它是每一台远程挖掘机的制控中心 安装在驾驶舱的顶部或者内部 2021年12月19日 最新一代的智慧方和 跟随着研发团队 从北京的试验基地 被运送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的迎口港 即将在那里开始新的工作 接受新的检验 港口的难题现在就是 国内的疫情防控特别严谨 我们所有人员都要在港内集中管控 如果是用无人设备进场作业的话 完全可以避免疫情防控所带来的感染的隐患 研发团队首先将智慧方和安装在挖掘机顶部 接着在港口的空地上 搭起了一个便携式的操作台 把操作台与智慧方和的信号相链接 链接成功后 可以测试设备的运行 测试进行得十分顺利 于是研发人员和港口的司机 一同来到了港口的办公室 准备进行试机操作 让司机尝试用操作台 遥控船舱里的挖掘机 清理舱内的散料 这个手柄挺轻松的 玩得了四线丑的也挺好 现场使用效果非常好 然后我们操作人员 在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不熟练 但是操作一段时间以后 会越来越熟练 对机械的掌控情况 也会越来越灵活 接下来 这套无人操控系统 将在迎口港展开 长期清理船舱的工作 让挖掘机司机 坐在办公室里 就能轻松地完成工程作业 远离脏乱差 并充满未知危险的工作环境 在工地上的话 那个粉尘 噪音 或者各种因素 还是挺多的 不如这边环境好 然后坐在这个房子里面 就是吹着空调 就可以把这个钱挣了 收入的话 也会比那个 在进程上收入的高一点 能达到三成到四成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项目可以搭上 行业的一个快车 然后真正去把 实际解决用户的问题 然后让施工更安全 更高效 对于未来来说的话 我们是觉得 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所有的工地上面 跑的都不是人去开的工程机械 而是完全可以自主驾驶 自主去施工的机器人 目前远程挖掘机的智慧系统 已在国内的内蒙古 辽宁 江西 山西等 多个矿山港口 实现了无人化高效的操作 除此之外 该系统也已经走出国门 到了国外 那么在北京 远程遥控国外的挖掘机 能否成功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2022年3月16日 为日本定制的智慧系统 也已经飘洋过海 到达日本 随兆龙和研发团队 在北京的办公室 远程视频指导日本客户 安装这套远程挖掘机的智慧系统 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不久 研发团队将会在北京的办公室里 远程操作日本的挖掘机 开始作业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 将会出现更多 与远程挖掘机并驾作业的 其他无人工程机械设备 也会让从事高危生产作业的人们 越来越多地远离作业现场 有效地保障 人民的生命安全 人工智能技术 明镇或是哪里